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啊本期呢给大家带来水上浑豆罗那有的玩家说啊那个大叔啊之前看过你录过这个游戏啊当时你还给我们纠正过啊说这个游戏呢真正的名字叫吃饮战士那今天呢大叔就要用浑豆罗的方式啊来玩这个吃饮战士啊好咱们进入游戏 用男的吧因为上次玩的时候用的是妹子啊 OK咱们有99发雷啊雷是不限的但是呢既然说是用浑豆罗的方式玩啊咱们还是要用手里剑 大叔喜欢用鞭子啊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好上面的雪呢就不吃了 好的干掉 另外呢这个改版啊他的血量也是无限的所以说呢咱们可以一直放大啊其实 我尽量还是不要了啊尽量还是不要了打boss的时候可以放两发勾个眼啊 来手里剑升级了 一关三 哎 这个敌人啊就是命啊 这是一个刀啊大叔不爱用刀那之前玩的时候也是用鞭子通关的啊有的玩家就说大叔啊其实 刀还挺好用的因为满级的刀呢他的攻击范围啊非常的远 但是缺点呢就是不能向上攻击啊 这是一个血 好的 boss了真快给他一发大吧过个眼 以前不玩改版的时候这个大很少用 啊 他还剩一滴血了 无脑突突突啊 那等咱们再把这个升级一下啊升级上跟踪的就够好用了 二关一 啊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啊不想吃 等他自己消失吧 这东西不吃自己就消失了 哎呀 还打了还打了 啊因为咱们用了一个大所以这个武器的等级受到了影响啊 哎呀呀我天 高点蹦着高点蹦着 这个 因为咱们不是用刀和鞭子啊所以用这个标啊 用手里剑打他呢其实不太容易 哎呀这是第二下啊第一下 回到解放前了 等一下 哎呀没有跟踪啊打他们有点最近啊好吃这个能冲过去 这应该是个刀 这应该是个刀 啊60下60下 嗯 啊如果能再吃一个鞭子就好了啊 啊二关二关还挺长的啊 啊二关二关一还挺长的 嗯 啊二关一还挺长的 啊 啊 啊 哎好 给一个这个不错 好的跟踪了 哈哈没抽上来啊 我好忙 咱们就躲在这里就可以了 就可以打死他了 然后他会疯子一样的冲出来 打到我了 哎我不出去 哎呦打到我了 大概他出了伸出一次呢 如果离得近的话可以打他三下 离得远呢只有一发跟踪的手里剑能打到他 第三关 无敌啊 就是无敌的状态啊 关键这个手里剑什么都跟踪啊 咱们不捡手雷啊 捡手雷就不是混沌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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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 這個地方危險 把他扔的那個迴旋鏢打掉下來 哎呀 沒跳上去啊 第三關好短啊感覺 這個肚子咱們要躲一下啊 因為你用手裡劍打倒他的打倒他的話呢 他一定是向你衝過來 你用刀和鞭子打倒他 他是向後飛的啊 這個肚子要躲一下 否則他會撞到你 掉血啊 雖然咱們的血現在是不掉的啊 但是也要注意一點 不能躺著往前躺啊 開始掉血了 開始掉血了 差兩下 他出現的位置呢 就是他最後一個腳啊 掉下去的時候 然後你站的位置 就是他出現的位置 十分鐘三大關啊 好快啊 其實速攻的那些高手啊 應該比大叔打的更快啊 全都是跑酷一樣的打法啊 這個敵人有意思啊 他會防禦啊 如果你離的太近 像他扔手裡劍的話呢 他是防禦的 當年玩這裡的時候要靠節奏啊 那現在呢 不用靠節奏了 靠碾壓就可以了 我不想吃這個 我不想吃這個 好的 有金無險啊 其實眉景也危險啊 其實眉景也危險啊 一點危險都沒有好不好啊 你的血是不掉的 你的血是不掉的 這個要等一波 雖然不掉血注意一點啊 討明 呼 打四下 跟蹤啊 亂跟蹤啊 想打的目標呢 他往往還打不到 去跟蹤那破電梯有什麼用啊 這個螃蟹啊 大叔小時候管他叫螃蟹 還是能打出血呢 好猛啊 這還能跑了嗎 哎呀 沒上去 我的天 尷尬了啊 重來啊 重來 重來 好 控制這個東西有意思啊 你站起來的話呢 他就往下走 我竟然掉下來了 有點耽擱時間了啊 剛才 好 這回打BOSS了 打這個BOSS偶然發現啊 好像 因為咱們有跟蹤那手裡劍嘛 好像打那個鳥啊 咱們打幾下他也會自動的 過關 他倆也會自動合體 欸 看 螢合體了 非常的快 欸 這什麼鬼啊 我在跟蹤什麼啊 這個跟蹤打他真是太好用了啊 這個跟蹤打他真是太好用了啊 B5關 5關1 5關1算是流藤比較長的了 好危險啊 好危險啊 我今天上面也有啊 對 欸 沒算上去 他倆我應該等一等啊 這裡 這個螃蟹還是攻擊力挺高的啊 碰一下 掉很多血啊 這裡 對 這裡不能掉下去啊 掉下去一定會掉血啊 欸 怎麼蹲不下 這什麼啊 啊 血啊 剛吃一個血韌性一下啊 藍燈武器啊 剛才一頓浪啊 已經掉等級了啊 應該小心一點 好 好 又吃回來了 那個是雷啊 咱們不吃 這真危險啊 五關 最後一關 趕緊出手啊 他打死你啊 這裡是遊戲當中唯一的一個強制圈軸的地方啊 那是一個很大獎 那就是遊戲機 是一個很大獎 會不會掉下去啊 那是一個很大獎 然後呢 那就會不會掉到到那個獎子 好厲害啊 這次的就是他的手 哎呀,杀到我了,我是想打死他,这个地方感觉他还是有点祸害的 因为反正是强制箭轴嘛,咱们也抢不出去多远 吃了个卷肘啊,其实如果想吃呢,这两个东西都能吃到 这种boss啊,你们不要跟踪龙头啊,没有用 我也说不听他们怎么办,他们不听我的 哎呀,哎呀,我的天 咱们开始掉血啊,我要不要给他,给他两个大长长 不用两个,一个好像就够了,一个就够了 哎呀,好像没掉血啊,没掉血啊,这什么鬼啊 再来一下,龙头 好的,那这样呢,就通关了 这样的改版呢,也就是,娱乐一下还可以啊 真正的难度呢,那就是一点也没有了 那大叔流程当中呢,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的注意啊,也被打了好几下 那也无所谓了,毕竟是一个以爽快为目的的改版啊 那好吧,那本期呢,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